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青蛙老师 今天青蛙老师 要为小朋友讲一个故事 这段时间 小朋友是不是大家都 留在家里不可以出去呢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今天就来听一听 青蛙老师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一吋十十吋八 冠状病毒大魔鬼的 消灭战啦 哈啰小朋友 你好啊 我是你的健康小狐小天使 那这个新年的春节 是不是爸爸妈妈 都取消了新年的旅行 和一些聚餐 而学校的老师都发出了通知 不让你们出街呀 小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等我告诉你们啦 因为最近就有一个头 带着一个皇冠 名叫新型冠状病毒的大魔王 他啊 和我们这些人类分力的斗争 他想着 要打败了我们 被我们病啊 看他是不是很坏呢 他是一个很困惑 很困惑的坏东西来的 因为他专门选一些 免疫力很低的尼虾 小朋友 是会偷偷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安家 就等着这个人 和其他人接触 然后再想办法 再给其他人 是不是很可怕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虽然看上来 和健康的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不过小朋友 他可能已经被这个病毒感染了 而那个病毒 就在他身体里面走来走去 不过 连这个人都察觉不到 就等没了多久 他就会开始发烧 然后他会被呼吸困难 然后他还需要去住医院 那这些人 不知道 就去了公共场所 就会传给更多的人了 那小朋友 你指气是怎样传的嘛 嗯 就是透过一点的接触和口水 如果你刚刚和这个人聊天 说一下话 那在说话的时候 口里面 就会飞出你的口水 就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专属的宇宙飞船 那这个病毒 就会跟着他 黏着气 噓 飞到你的身上 开始在你身体里面 坐下来安家 继续传染你 你就会开始不舒服了 那就算你不出街 不跟人聊天 是不是就不会传染呢 答案是 都是有可能会传染的 小朋友 如果你刚刚遇到这些带着病菌的人 不小心 他就摸了门把锁 或者是电梯的按键 而你刚刚又摸了 摸了 你还不小心地摸下你的手 摸下你的眼 摸下鼻子 滑下耳朵 哎呀 那你就会不小心地被传染了这个病毒 怎么办呢 或者小朋友 你会问 到底是怎么人传人的呢 那青蛙老师就打个比喻给你听 你就会明白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大魔鬼 在出门的人群中是怎么传 可以传得多快 多厉害了 那就这样说 你看 这个是一排的火柴 如果有人不小心点了第一支 那很快跟着你第二支 第三支 第四支 就会跟着你 那小朋友 我们再看下去了 如果说 这一排的火柴 代表着健康的人 那第一支 烧熟了的火柴 就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的人 一出街 和人家接触 就好像烧熟的火柴 一吋十 十吋白 继续的烧啊烧啊烧 烧之下去 那人和人之间 就会陆陆续续的被病毒感染了 你明白 是怎么传的呢 不过 你不用怕 因为小朋友 你就是我要找的英勇小展示 青蛙老师想邀请你 和我一起打这一场家园的保卫战 喂 小朋友 你愿不愿意加入来一起参战 嗯 想要打赢这个 和病毒之间的战争 其实不是那么艰难的 它其实是有一个最大的致命武器 这个能量已经是在你的手中了 小朋友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啊 就是乖乖地留在家 减少出去唐人地接触 你还要讲违生 要记得勤力死手 如果你刚刚就是那个第五支的火柴 那这段时间 你就乖乖地留在家 那你就会阻止它继续烧下去 那这场人和人之间的病毒的战争 就是因为你的力量而停止 这个病毒的继续 起就不会得逞的了 哈哈 那小朋友 只要大家都好像你和我一样 一起留在家 那手中就会有这个能力的炸弹 保护到自己 慢慢的拥有炸弹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厉害 那这个病毒就不敢最接近我们 不敢最接近任何的气候 没办法就继续吹 就会不攻自破了 是不是很厉害呢 小朋友 所以你要记住 将一个防围的意识 告诉你的家人 告诉你的朋友 一吋十 十吋八 那就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那我们就是一个出色的家园 保围小战士了 小朋友 我们大家加油 一起做这个小战士 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了 好吗 乖乖的 留在家 不要到处走啦 青蛙老师要在这里 感谢这位作者所做的文徒制作 虽然我不懂他是谁 不过青蛙老师就在这里 祝福各位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那我们很快就会有美好的明天啦 拜拜